据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将于9号 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会面 讨论中东安全局势 这是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兰特第三次访美 事实上 自冲突爆发以来 美以高层互动频繁 但始终成果寥寥 不仅加沙地带的战火没有停息 中东地区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 还在不断增大 分析人士指出 正是由于美国的无原则偏袒和支持 才使以色列有恃无恐 屡屡突破国际法 基本法则 和人类社会的价值底线 可以说 中东乱局背后 美国的影子无处不在 本轮冲突一年间 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军援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 战争代价项目10月7号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自去年10月7号至今年9月30号 美国已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创下了单一年份援助记录的新高 在对以色列大力支持的同时 美国还通过增强军事存在 威慑伊朗等反以力量 自去年10月7号以来 五角大楼持续向中东地区调兵遣将 派遣了包括航空母舰 导弹驱逐舰 两栖攻击舰在内的一系列武器装备 美国一边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军援 武力威慑反以力量 一边还不忘做姿态摆样子 频频安排高官前往中东谈停火 本轮冲突一年间 仅美国务卿布林肯就十次到访 但都成果寥寥 此外 美国还多次在安理会否决涉加沙停火决议草案 将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美国还可以说他们都喜欢的可能性 他们不想要有一个国际战争 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 分析人士警告 该地区可能滑向全面战争 而美国的做法极其有害 Unfortunately, the U.S. role in Gaza and now Lebanon has one that has not been productive in fact, in many times it's been extremely harmful in other times the U.S. has been directly complicit in the violations that we're seeing taking place over the last almost year now the fact that we're giving green light to one of our closest allies to continue targeting civilian life in a manner that violat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l reall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let's...